hello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洪水 中国竟然 我这不是在幸灾乐祸 绝对不是 今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很暖心的事 中国的官方啊 在今天终于出手了 派出了直升机 霸不霸气 就问你牛不牛逼 但是啊 中国的观众这么多 中国有14亿人嘛 总是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个其中的端倪 最后发现这个是摆拍出来的 最后让中国的官方感到超级丢脸 中国的官方央视呢 在他的抖音平台 微博平台 将这个相关的画面紧急的移除了 像新闻标题 我们看到啊 说这个楼下已经淹了三米深 这个紧急的这个状况之下 中国政府紧急出动直升机说啊 我们要把人民群众救出来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才是第一位的 结果发现 那个镜头抖动了一下 拍到了楼下 淹水没有三米 脚站在那里 你的胳膊都淹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参照物 楼下有一辆车子 旁边站了两个人 他的腿是露出来的 你跟我说水淹三米 我的腿是露出来的 后来有当地的网友爆料 那个其实就是当地的消防局的办公大楼的楼顶 就在消防局的楼顶 因为刚好那个地方适合摆拍 因为毕竟直升机有些楼顶也不太适合拍 而且空间也不太适合 毕竟可能有些拍摄团队啊等等的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露线的是 当地的网友说 那个是消防局的楼顶 是没有任何可以直达上去的 也就是说那个楼是封死的 只能飞机飞上去 它楼上有一个小型的停机坪 那么大小的一个天台 它是没有人可以上去的 因为没有楼梯 我们看其他角度看到的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人是上不上去的 连很多网友都出来爆料当地的网友说 那边很多的街区根本就连 就这么深吧 就是连0.1米都没有 就10分米都达不到 那汽车呢完全可以在这里行驶 但是啊 我们伟大的祖国 暖性的政府 还是派出了救援队 你想想啊 中国的政府多么的暖性 0.1米10公分 都要派出直升机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伟大的政府 伟大的党 担心原民群众的这个鞋子啊 担心你们失了鞋 你台湾政府做得到吗 台湾政府 蔡英文出来面对 你看看隔壁 中国政府做得多么周到 为人民服务 就体现在这里啊 我真的看了一肚子火 一直讲台湾讲台湾讲民主自由 讲了这么多 最终我被打脸了 你看看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党在做什么 一心一意 为人民服务 这就体现了党的 一直以来宣传的口号 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标题 楼下淹水3米 危难时刻 直升机 驻楼顶33人获救 机长直言 不用感谢我 感谢政府 你一看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所言 全部都是在宣传 结合当地的网友 以及外地的网友 共同搓张了这个谎言之后 中国政府 尤其是像第一时间发布的 这个中国的最官方的央视呢 已经在所有平台 下架了这一支影片 那我在抖音上去 查询一些资料的时候 还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媒体 还是有保留这一支影片了 只不过后续更新的相关的影片 只是把当时这个画面 进行了放大处理 也就看不到那个角落里面 露线了几个人 放大之后 他们就在边缘就看不到了 那其中我们看到 当地有网友在网络上留言说 新闻说我们这边有直升机救援 我们两天了周围几公里的家人和朋友 啥也没看到 连蚊子都没有 更别提直升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了 先不论是不是摆拍 拍摄的那个地方 淹水根本不深 大多数街道还可以开车 根本不需要直升机 然而泡了几天六七米深的乡村 不值得救吗 还是说农村不值得用直升机 那些地方可是到现在 还是没有救援到达 只能等死 直升机救淹水不到半米的地方 然后全国拨出 这样来看真的好合理 所以这些网友都很失望 那也不明白政府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派直升机去那种 根本就淹水不达半米的地方 连人都可以自然在下面行走的 还有当地的网友留言说啊 直升机 我打本地的报警电话 他们说没有直升机救援 你看中国的当地的各个部门 都是互相打脸 说谎的话就要用100个谎 远你这一个谎 所以就破绽百出啊 当地的警察就告诉他 没有直升机救援 并且说现在很多人受困 让我们自己应该要照顾好自己 所以这直升机到底在哪里 只有在新闻里吗 对啊 就像我昨天说的 是你自己有问题 因为你活在平行的宇宙 新闻上看到的 那不是你那个宇宙的中国 你看到的那些画面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在一个平行的宇宙 平行宇宙里面的中国 好吧 不要质疑 不要怀疑我党 我党是真的派出直升机了 你没看到只能说你活在平行宇宙 哈哈哈哈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地方呢 本地的民众看到那些摆拍的画面很气愤 所以就发到了网络上 其中啊大部分都被网络删掉了 所以留下来的也就是那些 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画面 那当然我相信这个摆拍背后肯定是更多的 那我们就看 这些有幸留下来的这些摆拍画面 其中啊我们就看到 淹水其实根本不深 但是他们把皮划艇放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深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旁观人拍摄了这个镜头一移转到隔壁的时候 还蹲了一个领导拍摄那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的脚下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淹水 还有在北京的当地的政府人员 包括派出了消防队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他们堆起了这个防洪的沙土砂石 他们在用人工的在下面堵住那些砂石 以防上面的洪水一直冲下来 旁观者拍摄下来的这个画面是看到 其实那些洪水都不是自然的 而是人工的去假装有些洪水倾倒下来 其实都是个摆拍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这些摆拍的乱象呢 其中还有一些当地的人员跟这些救援队发生了争执 互相都在摆拍嘛 那有些人就偷偷的把这个皮划顶给偷走了啊 然后被抓到了的时候呢 他说啊他偷这个皮划顶的原因是他想要见义勇为去救别人 画面也是相当的暖心 所以中国人呢真的做一些很奇葩的事也一点都不意外 前几天我们还看到中国说车子也没有被炮的现象 更没有人员伤亡 那当然知道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国内很多人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真相 知道这个严重性 那中国官方其实也没有在演了 那他也终于承认了说全国共有十一人罹难 全国共有十一人罹难 真的很好笑 那就啊 昨天看到有个微信群组 有一个人说他们村里面就有十几个人啊 就已知的是十几个人 当然还有一些不知道的啊 已知就有十几个人罹难了 但是中国的官方说 全国共有十一人 终于还是承认了有人罹难 总比前几天好嘛 前几天说没有人伤亡 连受伤都没有 然后说也没有车子被泡水 但是今天呢 看到新闻上怎么说啊 有新闻都直接这么写了 不演了 说多数车内发现有遗体 因为这个连起来讲可能会黄标 所以我讲慢一点 大家能懂就好 中国的新闻怎么总是会黄标啊 你看看 我每次讲中国的新闻呢 搞不好就黄标一下 你说中国是多么的暖心 连报一个中国的新闻都要被黄标 里面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一些新闻媒体上面的标题说 多数车辆发现受困人员 已无生命体征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说的好听一点 叫已无生命体征 其实就是罹难嘛 但是中国喜欢就是玩一些文字游戏 这样的话 它就不算 所以刚刚为什么我们看到 有些新闻上面说 全国共有十一人罹难呢 就是因为中国玩文字游戏 如果你当时被发现受困的人员 它新闻标题写的是已无生命体征 它就不代表已经罹难了 奇迹的状况之下 他还活着 就像他说的 只是已无生命体征 只是没有生命的这个体征了 但是他可能还能救的回来呢 可能还活着呢 对不对 所以呀 你看看这些车子都被炮烂了 或者是被撞成这样子了 在水里面 你跟我说 多数车辆发现受困人员 已无生命体征 你这讲离难不就好了吗 已无生命体征 什么意思啊 他可能还活着 只是表面看起来已无生命体征 这个意思吗 这些文字游戏玩得不心累嘛 按照目前的这个形势发展呢 多数的这个淹水都达到了六七米深 然后需要退水的时间 大多都需要一个多月 中国的新闻媒体还警示很多地区啊 后期呢 还有大量的泄洪过境 就是说其他地方还要下雨啊 像北京之后 如果还要下雨 还需要泄洪泄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你们啊 还是要做好防范 那防范不好呢 就是出了意外呢 中国的官方啊 都带风向 说是这些民众啊 这些乡下的人啊 防范意识不好 就像去年新疆那个大火一样啊 说是这些民众的责任 跟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 大多数的车辆的人上面 都还有一些人受困在上面 来不及逃生 那有些人呢 可能也舍不得把车子抛弃掉 反正呢 就是多数的车辆里面 还有受困人员嘛 中国的一些新闻标题上面 就这样写 防范意识薄弱 这些当地的人员 他们自己有责任 不能全怪政府啊 除了玩这些文字游戏呢 转移注意力 开始播报台湾的新闻 中国好几个平台 今天把台湾放上了热搜 说台湾民众啊 上街抗议 抗议蔡英文独裁政权 主要是说的 这个蔡英文 不是说她独裁 因为这是有些小众媒体讲的 几个官方媒体 主要是表达说 台湾民众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执政 非常的不满 大多数的年轻人 还有台湾人民都站出来 走上街头抗议 也就是想转移中国国内民众的 这些注意力 你不要看北京了 不要看河北了 不要看中国下大雨的那些地方了 你要多看看台湾 你看台湾多糟糕 台湾人民都站上街头了 对不对 我们要多关关心台湾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不要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想要支持我的频道 长序发展 请记得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只要15台币 你还不加入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